歡迎收看全新一季的WINS4LIFE 15週變強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睿 從這週開始我將舉行一個15週的線上訓練計畫 如果你們的目標賽事是WINS4LIFE這場比賽的話 就剛好沒有抽中實體比賽的籤 歡迎加入跟我一起參加APPRUN的這個活動 那在這15週的當中我會把所有的課表 都線上化的每一週告訴你們這禮拜該訓練什麼內容 希望你們在15週之後可以跟我一起在APPRUN上共襄勝局 那我們訓練在15週當中 會因為所有人的目標玩賽成績跟內容不一樣 可以看到這邊3公里5公里10公里15公里 甚至最多42公里還可以更多 因為這場比賽是沒有終點的 你跑到多遠被車追到就是你的終點 那在各個不一樣的終點距離當中 所要訓練的內容強度都不一樣 可以看到每一個距離所對應的配數都是不盡相同的 所以我們在這次的訓練營當中 會有4個週期 在4個週期當中 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訓練 讓你們可以完成你的目標距離 那在訓練營開始之前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這週的時間 找到一天去做一次的3公里或5公里的測驗 在這次的測驗當中 你要非常的淋漓盡致的揮發你所有的能力 把你的成績想辦法提升到最好 當這個成績出來之後 對我們訓練營後續的訓練 參考依據才是有準確性的 那在開始這次測驗之前 希望你先看過以下的這支影片 有一個正確的運動流程在開始運動之後 對於你的身體比較不容易受傷之外 你的身體訓練也可以比較有效的達到最好的狀態喔 第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暖身 暖身的目的是提升你的肌肉溫度 讓你在待會的運動當中可以不受傷 而且把運動表現提升到最好的狀況 第二個部分呢就是坐操 坐操的目的是把你的肌肉伸展開來 讓你在待會的運動當中可以不受傷之外 也可以把運動表現提升到最好的狀況 第三個最重要的就是動態伸展 動態伸展其實顧名思義就是我們常講的馬克操 那馬克操的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它是把你的跑步動作分解開來 變成一個一個的分解動作 那通過分解動作 你可以做得很標準之後 你的跑步動作就可以更標準 也可以讓你的關節活動作越來越打開喔 第四個部分呢就是我們的主課表啦 那主課表就是訓練一天當中最重要的一環 它除了可以刺激你進步之外 也可以達到有效的維持體能喔 那第五個環節也就是最後一個環節啦 第五個環節的目的呢就是收操慢跑 那這部分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如果你沒有妥善的慢跑收操 你在隔天可能會有更嚴重的延遲性酸痛 以上教的這些內容呢 其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可以讓你降低運動傷害之外 還可以希望透過這樣正確的運動流程 提升你的運動表現 那我們就這邊結束啦 掰掰 運動後記得喝水喔 好… 1-2-5mm 1-2-4mm 3-2-4mm 3-4mm 2-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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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mm 3-4mm